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雪荣江 俄乌战争第48天 普丁正前换将 换上一个专杀平民的屠夫将军 现在看起来的确如此 乌克兰指控 俄军动用化五攻击马利波的居民 有三人出现化学中毒的迹象 尽管消息有待确认 但是屠夫将军 敢在叙利亚大开杀戒 现在派去乌克兰 就不会对平民动手吗 屠夫将军会不会抢在 5月9号前 做出让老板普丁满意的业绩呢 甚至不择手段 专杀平民当战果呢 但真相是 俄军被乌军打爆 能看吗 最新的捷报 乌军歼灭参与叙利亚屠杀的 俄军步兵团 营长以及参谋长 已经死于炮火 而在过去24小时内呢 乌军在顿巴斯 击退俄军四次的进攻 累计呢 这俄军已经有 19500人阵亡了 将近2万人了 那现在不知道 这个屠夫将军 要如何对普丁交差呢 更糟糕的是 俄军的军用机场 部署32架苏27战机 两架的苏24战机 还有武装直升机等等呢 在基地待命 通通被卫星拍到了 这代表什么呢 能拍到 是不是就能轰炸呢 俄军挫了蛋吗 俄军还被自己人拍到 将近100台的海陆车队 就停在顿巴斯的路边 准备进攻哦 问题是 怎么会自己曝露行踪呢 想等着被锁定炮轰吗 那最新又有俄国的坦克部队 在盾内刺客 被乌军猛烈的轰炸 许多俄军的士兵呢 赶紧沿着道路向后逃窜哦 空拍机拍到这些士兵 就像蟑螂一样的逃跑 俄军被打到溃不成军 被发现挂载在苏34战机 上面的一枚飞弹呢 上面用着俄文写着 为了空降军 为了格鲁乌 因为这两支部队 都是被乌军团灭 所以就要轰炸俄军 这不是很好笑吗 谁叫你是入侵者呢 那俄军不知为何而战 更对内部不攻 怒呛说不打了 因为因党曝光 俄军呢 有关二代哦 战争开打第二天 竟然临阵脱逃 回到俄罗斯 还接受这个英雄勋章哦 这让待在前线的俄兵 根本不想打仗 那俄军呢 现在才颁布奖金办法 例如说打下战绩 可以领到多少钱 这对提升士气 有多少帮助呢 普丁今天跑到 远东地区的太空中心 跟白俄罗斯的总统会面 两人在打什么算盘呢 中国的运输机 这时候现身塞尔维亚 疑似是要交付中程防空飞弹 这是在做什么 另外中国上海疫情 搞到天怒人怨 什么是鬼哭神嚎 竟然在上海出现 高官视察竟然遭到 大妈乱呛 这个乱入爆呛 那习近平呢 搞不定跑去海南岛 做些什么呢 最近续发展 今天我们节目中 都有身份分析 先介绍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立委 张瑞雄 大家好 再是空军前副司令 张延廷将军 大家好 财经专家邱敏宽 大家好 还有政治学教授 范世平 大家好 再是国民党 新美市议员叶元芝 大家好 自认媒体员陈米凤 大家好 自认媒体员王瑞德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关心 普丁日前 正前换将 指派叙利亚图夫 德沃尔尼科夫将军 担任乌克兰战场的 最高指挥官 那乌国总统 泽伦斯基 昨天指控 俄国可能 动用化武 乌俄交战 快要七个星期 位在乌东的第二大城 哈尔科夫又遭 俄军轰炸 美方警告 俄军正前换将 恐会有更多暴行 即日前轰炸东部 克拉玛托尔斯克火车站 造成重大死伤后 俄军再次开轰 乌东火车站 五角大厦研判 俄军已准备 加强对乌东攻势 乌国总统 泽伦斯基 在对南韩国会演说时表示 南部港口大臣 马里乌波尔伤亡惨重 当地市长 接受日本NHK专访时 也证实 痛失两万多条人命 如果属实 这将是开战以来 乌国死亡人数最多的单英城市 好 二五战争的最新发展呢 我们说正前换将是兵家大计 但现在普丁是别无选择了吗 这位屠夫将军 有可能为了交差赶进度 手段更为凶残吗 来 宽哥 现在所了解到 话五是不是真的出现了呢 话五是不是出现 有待后面来证明 但最近很多在乌克兰的军人跟民众突然间发现什么呢 呼吸衰竭 然后甚至有时候呢 会剧烈的一个咳嗽 目前美方是说他是不是把特定的防爆的这些所谓的药剂 放到了催泪瓦斯当中 往前打的时候让他散出来 那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会完全不讲武德呢 来先跟各位谈几件事情 因为俄罗斯的损伤太惨重了 截至到台湾时间星期一为止 俄罗斯目前打仗 打到现在进入第七周 今天进入第47天 到今天为止 总共折损了32名的指挥官 其中包括了25位是校级的一个军官 5位将领级的一个军官 两位中将 三位的一个少将 打到现在战事打得哩哩啦啦 所以普丁一定要挣钱换将 但这次挣钱换将来的人来头很大 为什么呢 美国从2014年开始就把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外号叫做叙利亚屠夫 过去在叙利亚的时候 所谓的化学武器 空袭 欺负老弱妇孺 什么事他都做 所以说这个人呢 他可以说是丧心病狂 目前普丁跟整个 德沃尼科夫两个人加起来 刚好是所谓的邪恶组合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这么急呢 因为来到这个地方时间 对俄罗斯越来越不利了 但现在有一个城市很辛苦 这个城市叫马力坡 我们先来看马力坡 二军这一波可以说是毫无人性 为什么呢 马力坡这次打了47天之后 整个马力坡的城市里面 没有一栋建筑物是完好的 那目前不但如此 还断水 还断电 还断粮 目前包括所有的医院 全部都摧毁 公共的楼层 军用的楼层 也都全毁 目前NHK 特别去访问马力坡的一个市长 市长证明两件事情 第一个 二军可能投放化武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突然间 他就呈现呼吸衰竭 那各位 正常人你会突然间呼吸衰竭吗 呼吸衰竭一定是 吸了某些特别的东西 这其中比较特别有三格的一个案例 但这当中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很让人难过 马力坡是一个小城镇而已 才20万人不到 到目前市长跟NHK已经证明了 证明已经死超过2万人了 这还不包括军人 这还不包括军人 但这波亚述营在那个地方 可以说是打得有声有色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到现在也是伤亡惨重 所以到现在为止 全世界的人都在看说 这场战事到底后面要如何 能够来做一个了结 但就现在来看 我们来看一个影带 这个影带 我们要说一句实在话 这一波俄罗斯的一个整个军队 来到这地方 真的常常被人家关门打狗 我们正在马力坡当中所看到的 在马力坡一组战斗坦克 先说总共有大概10台左右 他们还想说 哎呀这个地方比较安全 为什么呢 他们找到一个三面 都是建筑物的哦 进去里面躲 那进去里面躲之后呢 三面都是大楼 这边是大楼 这边有一根烟囱 这边也是大楼 这边也是大楼 结果这边开阔的一个地方呢 无人机大概锁定了 目前无法判读是无人机发射 但是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是坦克被打到了 为什么呢 在整个右前方先打到第一台 打完第一台之后 大概时间隔了大概十几秒之后 后方又打到一台 所以这些整个十台坦克呢 打到无法反击之后呢 他们就快速的一个逃窜哦 这次俄国他们在打仗的过程当中 陷入了几个困境 一开始是交兵必败 后面是运捕不足 后面是指挥系统的一个崩溃 来到这个地方 面临的第四级叫什么呢 来到这个地方叫振前换降 但是呢 目前来看 这一组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为什么呢 近期有一张卫星罩在佛罗尼斯 佛罗尼斯在俄罗斯里面哦 他刚好是什么点呢 他刚好是莫斯科 跟整个基辅当中的一个转折 大概在直角三角形的一个地方 距离基辅非常非常近 但目前来看的话 决战点大概不会是在 在乌克兰的北方 目前所有的人看 目前堆筹码 大家会把军力压到最高 会压在顿巴斯哦 但是在整个佛罗尼斯里面呢 包括了战斗直升机 包括了整个所谓的轰炸机 一整排非常非常多 那个几乎可以达到了一个 所谓攻打一个国家的一个军力了 为什么在那个地方摆那么多 所以就目前来看的话 有几个要素哦 进入四月完之后 其实这个时间点 如果再不赶快耕种 今年年底 全世界就会出现良荒 但到目前为止呢 俄罗斯他的脸摆不下来 面子拿不到 整个普丁他要上 谈判桌去谈判 他目前一点筹码都没有 所以他非常的困惑 非常困惑当中呢 只好一直换人 但换的人越来越凶 只会越来越凶残 越来越凶残 只会让国际的整个指标 跟制裁越来越严重 最新的一个状况是 俄罗斯他到目前为止哦 他们的整个GDP的状况 衰减了百分之二十八 总共亏损的台币是三兆三千亿 这场仗要怎么打下去 后面要持续再来看 但目前呢 普丁想要维持最基础的一个面子 可能也很难 对 普丁现在换上了这个屠夫将军 是不是会使用划五呢 那因为乌军的亚述营 就提出控诉啊 他说呢 俄军用原料不免的有毒物质 攻击马利波里面的这个军民 那这些都是从无人机飞行载具投放的哦 所以目前有三个人是出现 化学中毒的现象 那美方其实也提出提醒啊 他说俄军恐怕会使用防暴药剂哦 例如在这个催泪瓦斯当中 混入化学药物来攻击乌军哦 所以显然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那乌克兰方面也说啊 俄国对邓巴斯展开最新的攻势啊 马利波斯打算最后一搏 感觉上乌军是弹尽圆绝吗 但是昨天传出其实也大约有 十辆的俄军军车在马利波 遭到亚述营的炮袭哦 所以看起来亚述营依然战力 依然是存在的啊 来瑞德哥我们怎么看 乌军现在所传出的 感觉上是有点弹尽圆绝 但实际上亚述营又战过 这当中是有七敌的意味吗 事实上呢 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亚述营啊 那么正确的说法应该叫做亚述军团 事实上过去那么刚开始 这个等于说14年开始的那时候 克里米亚战争所崛起的亚述营啊 现在已经不断的扩充不断的扩充 看有好多个营啊 那在马利波的事实上呢 亚述军团如果估计的话 大概超过一万两千名的这个军力啊 那么在马利波大概只有三千名左右 不过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俄罗斯啊 那么他想尽办法 加大整个对这个马利波的这个攻击啊 所以呢我完全不会压抑 他如果用这个所谓的这个化学武器呢 用无人机下去投放 我完全不会压抑 因为你想想看 他打马利波打多久了 马利波应该是 他在攻打这个乌克兰里面呢 反抗最激烈 然后反抗最扎实的一个城市吧 但是他十分之九 大概已经全部都被炸烂了 对不对 打到现在拿不下来 里面还有十几万军民 对还是拿不下来 里面还有十几万军民 所以呢 那么我个人还是认为 马利波被这个俄罗斯打下来 那是时间的问题啊 那如果快的话 搞不好这个礼拜可能就沦陷 不一定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 马利波的这个乌克兰海军陆战队呢 都已经发出了最后一次的这个声明啊 他说他们的弹药即将用完了 没有补给了 那你也必须要了解一件事 就是马利波是一个港口 可问题是 他的四面八方被一圈一圈 又一圈的俄罗斯的军队呢 还有这些可恶的这些拥兵军队呢 全部把他包住 所以呢 事实上 所有的西方援助乌克兰的相关的武器 全部送不进去 我相信大概连很多 你看连空中 你要去这个空头都不可能 因为你去那边绝对直接就被S300 俄罗斯S300飞弹打下来嘛 所以马利波的这个军队呢 很了不起 但是大家必须有心里的这个准备 就是说 他的沦陷是早晚的事情而已 还有就是 那么这位叙利亚屠夫啊 我们不要小看他 他很凶残 没错他很凶残 他的叙利亚就用所谓的 华武对付过老百姓 杀过老百姓了 所以他为什么 你为什么可以期待他 在叙利亚用华武杀害老百姓 而在马利波 在乌东战场不会这样做 你怎么认为他不会这样做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当这个乌东的火车站 乌克兰呼吁他 在顿巴斯 如列斯科 还有哈尔可夫这些 赶快老百姓赶快逃的时候 呼吁他们赶快逃 照理来讲 你俄罗斯应该让这些老百姓离开 对不对 飞弹两枚 砰的 甚甲虫飞弹 直接打到那个火车站 然后造成了五十几个人死亡 三百个人受伤 上周五他就放打 俄罗斯说不是我干的 两手一摊说 是乌克兰自导自演的 不是我干的 结果这两天不是又飞弹 又攻击另外一个火车站 不是他干的 难道是乌克兰自己自导自演 打自己老百姓 要嫁祸给你吗 所以事实上你就知道 他是非常凶残的人 他反正做什么事情 然后紧接下来他一样这样炸 一样这样打 那么除此之外呢 你可以发现 他跟之前的指挥官不一样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那么现在呢 他很多的飞弹火箭弹 直接命中 包括这个乌克兰的一些弹药库啦 还是甚至于他连 昨天被毁的S300的防空系统 躲在哪里他都知道 精准打击就把你给打掉 为什么 他在某种程度上面 他不再像以前 以前就是乱打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 飞弹啊 然后呢 包括这个的火箭弹啊 包括大炮 坦克都是乱打 都乱打 打平民 飞弹 这么这么宝贵的一颗飞弹 竟然会去莫名其妙 去打一个民宅 不莫名其妙吗 然后呢 一个坦克 竟然是发三枚炮弹 去打一个老人 那不是莫名其妙吗 所以呢 事实上这个 所谓的叙利亚屠夫啊 他自己本身在战场上面的 这个对战经验 他是丰富的 然后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而且不择手段 对 非常凶残 最可怕的是这样子 他又比之前的指挥官 能够指挥 之前的指挥官 给我们的感觉是怎么样 四十几天来啊 各自为政 各打各的 最后才各个击破 对不对 才可以让乌克兰 他是乌克兰其实是用 类似游击战 伏击 各个击破方式 他们把他整个这个弄掉 但现在的 俄罗斯的军队 你最近可以发现 俄罗斯的军队 事实上呢 他在整补 但最新的消息显示啊 白俄罗斯方向 在那边运 从基辅包围基辅 然后退到白俄罗斯去 进行运补 大概经过一个多礼拜以后 他们开始往下了 他们开始往下 现在开始有些部队 出现在基辅的东北角 你不要以为基辅东北角 就是要重新来包围基辅啊 那在正常情况下 他不会这样做 因为他已经失误 错误了一次了 他没有发动 一二十万的部队 没有包围基辅 但是都会要拿下基辅 代价还大 在基辅的东北角 在过去一点 就是哈尔可夫 所以呢他现在一直拼命 打第二大城 打第二大城 为什么 他如果把哈尔可夫打下来啊 他同样可以 大张旗鼓的到处回去 那么普丁到处 跟他们俄罗斯老百姓说 你看我打的胜仗 然后紧接着来 顿巴斯 他已经十几次运攻了 对不对 虽然都被挡回来 虽然都被挡回来 但是呢 来自于白俄罗斯的这些 所谓的后背相关的 这个争不好的军队啊 他显然是要合围 合围了以后 不要小看他们的杀伤力 再加上这个叙利亚屠夫 他手段是非常凶残的 所以呢 一场 一场所谓的大战 将是这个四十几天以来啊 那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一场最残忍 最凶暴的 那个大战的即将 会战即将开始 但是会战不是跟我们想象中一样说 坦克对坦克 步兵对步兵 然后大家在站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而是我指的是 他的规模会很大 所以呢 这个是为什么乌克兰呢 那么赶快号称老百姓赶快离开 但是你看他的飞机 全部在俄罗斯边界的 那个机场 全部在那边stand by 你知道吗 全部在这边等着 所以他怕你的防空飞弹 所以他要把你的S300 这些全部断掉 断掉了以后呢 那么再来就是 飞弹火箭弹跟空袭 然后过去大概四十几天前的那一套 要重新会用在 这个所谓的乌东顿巴斯地区 所以我们看到 普丁虽然换上了屠夫将军 但是乌军也不是那么的容易 就轻易的屈服哦 那乌军其实他们也宣布 他们的战果在顿巴斯 他们有击退 俄军四次的进攻 所以现在俄军累计 已经有将近两万人阵亡 同时也传出捷报 乌军歼灭了 参与叙利亚屠杀的 这个俄军的步兵团 包括营长 还有参谋长 通通被击毙 来张将军怎么样看 这个最新的情况 那显然呢 即使你换上屠夫将军 乌军依然有把握 把你的指挥官 把你的核心人物 把他击毙掉 对这个大概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 现在整个作战 分三个轴线 第一个就是哈尔科夫会战 哈尔科夫会战 所以他有这个 补给车队要进来了 13公里 这是针对的是哈尔科夫 另外是顿巴斯决战 顿巴斯这个地区 现在五万三千平方公里 他现在俄罗斯所控领的地方 四万平方公里 还有一万三千平方公里 他要去把他整个攻克下来 那最后一个是 我们所讲到的 马利波交土战 马利波交土 所以这三个地方 现在我认为 这个既然这个三个地方 作战的指向非常的清楚 既然这样子做的话 我认为现在乌克兰的军队 要做四件事情 赶快做四件事情 第一个 先杀图夫 既然这个 这个叙利亚图夫啊 如果不杀他 将来是变成乌克兰图夫 对 乌克兰图夫就变成乌克兰 他在这个 他经过两次车轮战争 叙利亚战争 他两个都经过 杀人是不扎眼 所以现在乌军投放目标 投放目标 就是这位图夫将军 先把图夫解决掉之后啊 会群龙无首 这个要先做到 然后对乌克兰军队 会士气大政 这个一定要先做 那是不是要看 这个图夫将军 到底是在莫斯科指挥 还是要他进到乌克兰指挥 他一定要到那边 一定要到战场指挥 要到战场指挥 要掌握他的位置 整个通讯或什么的 要怎么样 他的行踪要只知道 这样子 这个乌克兰已经居杀了 对应该很有经验 居杀了俄罗斯的这个将校九格嘛 有这个经验嘛 从他的通讯 从他的指挥 作战指挥中心 或者从他的这个 可能预测的行踪 去把他做狙杀 所以图夫将军 搞不好自己要小心啊 自己可能刷在蛋啊 一定要这个样子 要不然 你这个 如果把图夫将军 解决掉之后啊 那整个是群龙无首 可能二军就垮了 整个乌克兰世纪大政 他群龙无首之后啊 指挥体系会问乱 整个的作战节奏 又打乱了 又不一样了 这个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事情 我认为要打车队 既然那个车队啊 既然也要进入了 这个哈尔科夫 那13公里啊 绵延那么长的 先打车队 为什么 这个车队还没有进入的时候 是战略 这个我们叫战略后勤 它是一个战略物资而已 但是一旦进入哈尔科夫之后啊 变成火力出来了 变成战略火力了 在成战力资源的时候 先做源头摧毁 对 一样 这个车队啊 我判到就是 无人机去打也好 或者是我们讲的 武装直升机进入一口 因为那个我们叫米二四 还去炸那个俄罗斯的由故啊 因为我们看这个最新画面 很清楚 这是传出来 这个已经不是那个13公里车队 这个是俄军的海陆车队 在顿巴斯地区 然后被他们自己人拍到 这个将近有100台的装甲车哦 等于是自曝行踪了嘛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顿巴斯决战的 坦克车队来了 这个大概有100多部 这个时候赶快做狙杀 因为看了 我们看得很清楚 这个车队啊 非常依赖道路 现在还有名车在上面跑 这个时候做狙杀 而且天气非常棒 又要经过顿巴斯 如果是 这个时候如果有TP2的无人机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 空对地的这种火箭 或者是雷射导引弹 该做摧毁嘛 因为我们看到 它的密度非常的高 你看一步来一步 大概每一步的间隔距离 大概不超过10公尺 这个时候最容易做狙杀 因为它不适合做越野 越野现在 然后它被名车拍了 它自己都不知道 完全的暴露自己在哪里 对 所以我认为第三个就是狙杀的 往顿巴斯的 这个坦克车队 第四个要去做的事情 就是说 赶快让这些民众 赶快撤离 让军人来做 来专专心心 对付俄勒斯的军队 因为土夫进来了 它这个在 在叙利亚 那些 那些的我们的 那些记录 黑记录 它炸医院 炸学校 它杀人不眨眼的 这个土夫杀人不眨眼 所以现在在顿巴斯 还有在马利波 还有是在哈尔科夫的这些民众 赶快撤退 因为这个平民啊 百姓不要做无谓的死伤 让军 让这些乌克兰军队啊 专心去对付俄罗斯的这些军队 要这样才做 那最后一个 第四个我们要讲到了 就是源头打击 对这个 我们讲到的 这个佛罗尼斯的这些机场 佛罗尼斯的这个机场啊 上面目前呢 是有苏凯2732架 还有包括了苏凯24还有两架 还包括IL-6 还包括还有一个战斗直升机 做摧毁 对 这个是源头打击 因为为什么 这个卫星照应该是美方提供的吧 提供的 这个大概美方提供的 因为这个非常清楚 这个照相是我早上照的 我有研究 因为我看它的阴影呢 是早上的阴影 那早上照的 大概十点钟左右 我判断 因为我看到 这个影子跟飞行 通光也可以判断 早上或下午 对 因为这个 由这个影子 阴影 太阳的阴影 看它什么时候拍 是早上还是下午 以由来往北 还是 是垂直照相 还是浮 测试照相 那我再一看 我判断它 它有阴影出现 不是正中午 应该是早上 十点钟前后的影片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认为做源头摧毁 这个时候 如果是有人潜伏到 俄罗斯境内 拿我们所讲的 弹簧刀300就可以了 弹簧刀300 无人机是自毁的 一架飞机 一个弹簧刀300 一个弹簧刀300 才30万台币 就对它就可以做摧毁 20万到30万台币 就一道 你这个一共加起来 弹簧刀通通加起来 总共40架 你40架全部摧毁了嘛 我40架派 乘以2好了 80个弹簧刀去 因为不是百分之百命中 那我们去那边 潜伏到过去啊 它距离乌克兰的边境200公里 所以乌克兰的战斗直升机过去 可能会有一点点 会被中途拦截 比较危险 所以我派弹簧刀 弹簧无人机 我们在画文理 很小 它才三公斤啊 它一射出去之后 它是桶装的 非常轻 它两个手楼弹 但是对这种直升机 这种直升机还有出海战机 是没有装甲的 飞机怎么会有装甲呢 直接就摧毁了 摧毁之后 因为这个飞机我判断 它要来运用对哈尔科夫 跟这个我们讲到的 而且它停放的非常的密集了 老实说这个很容易 如果一轰炸 整排就灭掉了 完全摧毁 它的距离非常近 它里面的飞机又装满了油 一爆炸之后 会波及临冰 那当然就 如果你说的要派人潜入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那如果说是用那种 可能轰炸的方式 或说假设它真的飞到乌克兰了 那乌克兰是不是有时间去做预警 因为那个卫星灶 是不是有可能 比如说几分钟之内就翻新 然后就提供给乌克兰 提供它最新的资讯 可以 但是这个又是等而斥之 我认为源头摧毁 先源头打击了 从城南结嘛 先第一波 先派弹簧刀过去 今天有弹簧刀 而且弹簧刀好运送 它东西小 不像腾克好明显就看到了 武装直升机下看到了 弹簧刀渗透运捕进去 找个民房放住 这个在野地发射 野地发射 宽的 你要距离机场五公里之内 一发射出去之后 所以等要派人到敌后就对了 因为距离我们看到这地图 这个佛罗尼斯机场 距离这个乌克兰边境 你说两百公里 两百公里 对 那就要派人进去 那这时候是边境是不是很好 而且有知道 有些民宅或什么的 都会有自己人 乌克兰俄罗斯人都有自己人 俄罗斯人可能也有 可能都混居在一起了 所以他这个潜崖交错在一起 有个民宅躲进去 我们也不要讲说第五重队 他这个直接潜不过去 对他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机场 佛罗尼斯的这个机场 直接攻击了嘛 这是最快的方式就对了 就瘫痪了 一瘫痪之后 他又会臭嘴 一后撤之后 对马尔科夫会的 这个顿巴斯地区的空中威胁会减少 那先做源头打击 那之后的话才会 刚才像中央所讲到了 他如果起飞了 空这个这个卫星争照抓到了 预警赶快告诉乌克兰军队 乌克兰在地面就做警戒 就对他做摧毁 他现在可能 高空轰炸的机会就多了 第一空俯充轰炸 跟锤子轰炸的这个少了 因为他怕这个持人飞弹 那这样还是会有威胁 我认为源头摧毁做第一 第二才是后续的 他对他空中空袭的摧毁 要这样来做 这样来做的话 会对那个 这个我们就讲到了 哈尔科夫跟顿巴斯地区的 乌克兰的地面的军队 威胁降到最低 战力可以发展到最大 是 不过我现在好奇了 就是说 屠夫将军对于这种 空军跟陆军 他的那种 协同作战的这个统合能力 到底有多高 因为过去我们对他 并不是那么了解 将军的了解 这种需要怎么样的去搭配 必须你要当一个总指挥官 必须陆军空军 可能通通都要了解 对 他应该是这样 因为他是在地面 因为他车层战争 是地面 他过去也都是擅长陆军 战场陆军 然后在叙利亚 他打的是城镇战 沙漠城镇战 他也是在地面上作战 他对空军空权的掌握 他是没有概念的 那没有概念的话 状况下 他唯一比较厉害的地方 就是比较狠 扎人不扎眼 手段凶残 手段凶残 所有看的都杀 他的医院都杀了 都轰掉了 他说里面可能有人 就整个死个死个 那看得出他过去 有所谓的战略 跟战术的运用吗 在战场上的表现呢 他是城镇战比较厉害 城镇战厉害 对 在车城城镇战 在叙利亚是城镇战 打城镇战他厉害 那为什么其实也没派他 现在可能要进入 最后面犬崖交错 短兵相接的城镇战了 他要去攻凌了 那按照他的讲 他这种狠近 这种杀人不眨眼的 直接过去 包含哈尔科夫 或者是顿巴斯的 马利波在这边 可能就是做一个最大的报复 我看派他的 就是要做最大的报复 所以他的心理 有可能是要对普丁交差 所以可能专注在地面部队 后勤的空军基地 会反而疏于防备 有可能被物军反攻一军 对 所以我认为 这个10张公里的 后勤的补给车队 再的是战略物资 赶快在这一时间做摧毁 一旦投入战场的话 是火力 变成战略火力在发扬 去做摧毁 第二个我认为 整个他竟然依赖道路 你现在再往前面进 往顿巴斯去 一个是哈尔科夫 刚刚讲的是后勤 现在往顿巴斯第一次 坦克车队 放个烟幕弹 这好像我有来个大会战 大会师 你的优势是装甲车 我的优势是标枪 我何必要跟你来这招 我要把我有限的装甲车 留为最后使用 但是我有的是标枪的时候 我掌握起你的位置 我一个一个一个打 所以我们看到 你这些坦克车进入顿巴斯 你可能真的成为 乌克兰军队的一个标榜